你看这个 Xpander 有力到前面的 Tesla 都要让我录 你可以用两只手指去控制音量 看到吗 OK 那么最近确实有很多新车发布啦 我们之前拍了很多车之后 今天就轮到了这个 Mitsubishi 的 Xpander 那么这款车呢 是属于这个小改款的车型啊 然后它的价格没有变动太多 可是外观就变得很帅 然后刚好最近呢 这个 Mitsubishi Motors Malaysia 呢 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试驾活动 然后从这个 KL 开车到马里甲 没有很远 但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路 他们特地设计一段路 给我们去体验这一款车 那么今天呢 就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 Mitsubishi Xpander 整体的试驾感受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呢 那么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 或者订阅 按赞我们的Channel啦 Mitsubishi Xpander 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最好买的小型 MPV 那么如果是讲个人在颜值的部分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市场啦 小型 MPV 里面它是最好看的 然后接下来到 Elza 然后才到 Veloz 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 Xpander 很好看 就是因为整个车头的前连很帅 我不要讲小改款车型 就算是那一个小改款之前那一个 我都觉得它很好看 事比较可惜是它头灯主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个普通的黄灯炉素灯炮啦 可是在这个小改款的部分呢 它终于更换成了这个 LED 大家不要误会啊 上面这个只是一个日间行车灯或者Position Lite 下面这一个才是它的头灯主 你可以看到整个头灯主它其实这一次 因为它加入了 LED 的关系 所以整个变得很锐利 然后有个T形锤子这样的 Logo 加上这个前脸 这个 Mitsubishi 加住了这个叫 Dynamic Shell 的前脸设计 我真的觉得它很帅 那么这辆车呢 是一个七人座的 MPV 车型 正统七人座 它的轴距就是前轮到后轮呢 是 2750mm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大家会有比较清楚点 就是 Mazda 的 CS5 跟这个 Honda CR-V 它们的轴距都是 2700mm 而已 所以这辆车的轴距呢 是比起这个 CR-V 跟 CS5 更大 因为它要塞下七个人 那么里面的空间表现怎样 等一下会 Demo 给大家看 这个尾灯的设计部分呢 其实也是跟小改款前有很大的差别 小改款前哦 它的尾灯一样也是这个普通的灯炮 但是小改款后就变成了 LED 同样也是一个 T形的这个形状 看起来是有点凶 然后加上它那个尾翼是有很夸张 其实呢 Mitsubishi 是真的知道东南亚消费者的审美观啊 所以这辆车其实都很符合东南亚消费者的审美观 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尾部的空间表现啦 打开 这个是七座都有的情况下 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个比较小的格子给你放下行李什么 那么我觉得如果七人座 尤其这种小型七人座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基本上都差不多啦 所以你的行李箱如果现在打直 放了的话是放得到的 那么 Spare Daya 在哪里 Spare Daya 在这边下面 它还是有 Spare Daya 的 不过是在这边 所以你拆卸的时候可能会有需要一点点的功夫啦 然后这个椅背 你是可以做倒直的 所以你可以做的倾斜一点 两边都可以 轮圈设计的部分呢 是转换了一个新的设计 然后加大一寸 从原本的16寸变成了17寸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身 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的这个离地高度很高 OK啦 在这个引擎动力的部分呢 这个Pandas 是没有什么惊喜的 还是一样1.5公升的 MyVac 自然惊喜 引擎最大马力表现是105PS 风车力表现141Nm 它跟它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讲 这个Veloz 还有这个Elza 呢 都差不多了 都是1.5公升 然后不同的点在于 它这个是四速的自拍变速箱 然后Veloz 跟这个Elza 用的是DECVT 变速箱 那么呢 我就相信有朋友要开始吐槽啊 什么这个Expander 是用480的 什么年代啊还用480 很简单啊 其实他们有去做过research 就是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觉得 CVT 的保养费用呢 会比起的一个480高 所以他们考虑到这个保养费用之下 他们才会去把这个 这个车子的guide count继续维持在480 当然啦 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车子 就是这个Veloz 100 千的MPV 其实你是真的没有太多的变速箱的选项 尤其是你的成本控制部分 就需要控制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那种比较有驾驶感受的话 这个480 其实还是给得到你的 当然 档位不多 但是也是会有它的劣势啦 这个等下也会分享到 OK 这个就是 Mitsubishi Expander 的内装设计风格啦 这种小型的MPV 基本上它的设计风格上面都是大差不差的啦 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软款是有几个重点 就是他们原厂有特别讲掉质感的提升 就是他们在这个中控板上面放了很多这个软质的皮革 所以摸上去的感觉会很好 不过我们版上面都是比较偏硬的 这个符合这个standard啦 然后前面不是数位化仪表 但是是两个彩色的资深 然后加上中间的一个颜色的资讯屏 显示还OK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个steering 不能上下调整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快捷键啦 使用起来还是蛮便利的 然后这个中控台这边这个冷气出风口 变成有点像是触屏的设计 但其实它还是保留了实体按键 这个使用起来也是不错 我个人觉得你们怎样喜欢嘛这个东西 然后手刹车也不见了 变成这个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 但是它会有这个Auto Release的功能 这边有两个USB 然后我很佩服的就是它这边设置了一个置物格 就是你的旁边可能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老婆坐在这边的时候 手机玩腻了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还可以塞一点东西 甚至iPad都应该塞得进去 那么这辆车的安全配备部分呢 它是有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ABS EVD 然后两个气囊 没有错这个是两个气囊 然后很多人每次讲我不去讲这些车的缺点 其实我的工作来讲呢 我主要是跟你们分析这辆车适不适合你们 你给我的话这个内装设计 我觉得你讲它好看时尚它确实不会 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它简单使用 简单使用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呢 也是目前的MPV里面我觉得最美的设计 它是一个独立屏的设计 它的分辨率可能没有这样高清 因为它不是那个贴合屏来的 所以可能你在强光底下看的话 它会没有那么完美 可是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两只手指去控制音量 看到吗 上下控制音量 左右是前一首歌 下一首歌 这个功能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使不使用 但是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它也是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那么虽然讲是有线的 但是好过没有 有一些brand 到现在都还没有 你们都在讲谁的啦 OK 然后这个Expander 有几个点 在我忘记前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 它有这个360度镜头啦 你按一下 它就会进去这个360度镜头的画面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 这一个角度 它是有360镜头的 所以这一台车 因为它的车身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有360镜头 对于这个Parking 来讲真的帮助很大 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要 mention 就是这个Statling 的转动质感 因为这个转动质感 真的会影响一辆车的驾驶感受 这一点我毫不夸张地讲呢 其实它的Statling 的转动质感 会比起Veloz 跟Elza 更好 OK 这个不代表Handring 只是它的转动质感 因为它则是比较高 势必会影响它的Handring 但是这辆车其实卖的是舒服 所以我觉得它的Handring 部分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个Statling 转动的质感呢 我用这样子跟你讲你是体会不到的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这辆车或者是其它的MPV 的话 你去试驾的时候 你转一转这个Statling 你就会知道它的感受了 然后现在就展示一下这辆车的 这一整个前座的驾驶座姿 因为昨天我开了最久 那么这辆车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一个座姿 是比较偏高一点点的 它比较像是Crossover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它的两个主要对手就是Elza 跟Veloz Elza 的离地高度是150mm 差不多跟一般的 Sedan Hatchback 很接近 所以Elza 开起来的感觉就很像这一个 Sedan 或者是 Hatchback 然后Veloz 是190mm 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不影响到它的操控表现 而这一个 Expander 呢 它的这个车身高度就超过200mm 所以它的视野会很高 但是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辆车的重心比较高一点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去到Gambon地方 尤其是我们昨天真的有去Gambon地方 然后它的这个车身的通过性是真的比较好 就算你平的路你走进去的话 你不用担心它的底盘会摸到 然后它的 Suspension 呢 原厂也是表示它们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 对比小盖管前 它们增加了这一个避震器 也就是弹簧的这一个厚度 所以它的这个避震器会比较有韧性一点点 那么椅子的设计部分 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偏硬 然后包袱感可能没有这么够 长途驾驶的话 以我的身高181mm 可能会疲劳 但是昨天是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啦 那么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座椅设计空间表现 你满意吗 Explander 的第二排空间表现 也是我觉得跟Elza Velos 差不多 它其实可以做人的 但是就是这个椅背的支撑可能会偏矮一点点 不过这种都是小型MPV 会遇到的问题啦 我觉得是情有可原 然后一样它这个椅子是可以前后滑移的 就是为了给后面层出一个空间表现 那么后面呢基本上都是做小朋友啦 刚才我的朋友 就是AutoBus Eugene 有为大家稍微示范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画面看到 后座的空间表现怎样 提醒一下它的身高跟我差不多大概在180左右啦 然后这个后座我很喜欢的就是 还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啦 就是风量也都可以调整 然后这个冷气风量其实很冷一下的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日系车呢 它们在东南亚的一个优势 这是我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它们会去针对这个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去做一些调整 那么这个冷气出风口我是给予好评的 那么剩下的细节部分呢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普普通通啦 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试驾环节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Expander的试驾感受 OK啦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试驾这一个 Mitsubishi的Expander OK 其实这辆车是 你要讲它没有两点它还是有两点的 那么它的小改款跟之前的车型相比呢 它的立地高度高了20mm 就是从205mm 变成225mm 所以这台这里坐上去它不大像有那种MPV的感觉 比较像是那种7-seater的SUV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对比小改款之前呢 它们这个避震器进行了一个更新 因为它的车身高度高了 所以它们有加宽这个避震器的直径 所以让它的支撑性会比较好 这辆车的Suspension是真的舒服 它不管是在大波浪的楼面还是那种碎震 它都可以把这个振动吸收得很干净 那么在动力的部分 开玩笑人家是Mirror Engine 你知道吗 一踩下去RPM5-6000了 开玩笑吧 其实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状态 当然很多人会吐槽讲 为什么这个年代了你还是一个480的变速箱 很简单 你看回Mitsubishi的产品线 不管是Triton也好还是这个expander都好 它们都有一个主打的卖点 就是低 maintenance cost 当然在这个动力的部分呢 其实这辆车 你真的要我讲的话 我不会觉得它跟Elsa跟Velos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的差一点就是在于 这辆车是它的这个次数 它会在一开始起步的时候 它会给你那种推背的感觉 然后加上你看这个RPM5000 你看这个expander有力到前面的Tesla都要让我弄 所以你开玩笑你讲它没有力 没有拿下我们车上做的三个大人 我是觉得这个动力表现就是 可以足够于一般的日常使用 然后接下来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回转半径勾销 虽然我没有查到它的数据 它的回转半径是多少 不过我大概预测它的回转半径是在5m到5.2m左右 这样子的话你在市区你走走停停 转弯然后你U转它是真的会方便很多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啊 至于在高速公路在满轮的情况下 不管是Elsa Veloz还是Expander 我觉得它都会有这一个可能在满轮 会有那个比较underpower的情况出现 但是你想想一下你在你的家人一家人出门 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当那样跑车来开 虽然讲有时候我回Joho的时候 真的是会给那种飞很快的Expander 丢到我怀疑的人 我HRV Turbo 我都还要给它们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刚刚我在我的video讲到的 就是这个steering的转向质感 因为这个转向质感 是比较偏向于高档车的 这个我自等的没有开玩笑 还是建议各位自己去转一转 因为像是Elsa也好 Veloz也好 它们的steering 其实转动起来路感是很清晰的 可是就会有一种深色感 你会觉得这个steering好像 不是那种贵车的steering 可是你转这个steering的话 你会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我给这辆车的这个动态表现的评价 如果是满分十分 我会给它7.5分左右啦 确实很舒适 然后这个动力 中贵中取 然后方向盘我很喜欢 最重要的点就是在于 它的视野是真的可以让你看很远的 OK啦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今天 对于这个Mitsubishi Xpander的一个 试驾新的分享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我没有讲那么多 因为这台产品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这次只是一个小幅更新 只是之前我们只做过新车介绍 没有做过试驾分享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一期的节目 那么我觉得呢其实 消费者自己的眼光呢 是会有这一个怎样讲 他们自己会去分辨是对次多的 所以他们觉得4AT是他们需要的 他们就会去买4AT 他们觉得不喜欢4AT 他们就不会买 所以我觉得我们去骂他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因为他们的market survey呢 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要这个4AT的变速箱 那么他们才会继续使用这个4AT 我对此我觉得没有什么意见啦 总之因为在这个价位 只要你的保养便宜 你就是王道 讲是不是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你对这两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我下一次对 любой 你是不是说 有点准备 没有问题 他也可以变速到 有点准备 什么 你没有问题 有一点